要一个 从小就是顽骨之地 独播称心 连老太太哪儿都没办法 我知道 昨天我见过她 姚叔叔 您好啊 怎么又是你啊 奶奶生前立了遗嘱 把新安利交给我 让我来管理 你和我妈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凭什么分给你啊 志明才是亲生的 如果您对遗嘱 有任何意义的话 可以问姚志明 前前后后他都非常地清楚 鬼知道你给他 灌了什么迷魂汤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 你要是不把新安利还给志明 那我就不走了 我 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一个抢夺别人财产的 蛇蟹女人 可遥 你想干什么 没事 罪叔 姚叔叔 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 那我给您看一个房间 您先入住 剩下的时间 我们慢慢聊 您看可以吗 这还差不多 我是我妈的独生子 老人家在天上看着呢 我明白 小凤 在这儿姚叔叔去办理一下 入住手续 您跟着她就可以了 是 您跟着她就可以了 我 我 我们现在正在评选特色酒店的充斥阶段 这样安排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崔叔 但是现在也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嘛 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 多多关照她 有件好的 合器为主 要警惯吗 还有工作区域 不要让她随意走动 防费老样子 就在我的账上 辛苦了 谁啊 这么粗鲁 来了 儿子 你来了 快进来 拿上你的精力 马上离开新安利 儿子 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啊 我回来是真心道歉 想弥补你的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 因为我跟你不熟 你需要道歉和弥补的 是奶奶和妈妈 俊敏啊 我们父子一场 你就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来伤我的心吗 父子 姚人夫 你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 我从小跟着你 每天晚上睡觉不是停在打牌的声音 就是喝酒的声音 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吃吗 哪怕是一顿 父亲是谁 我无法选择 但认不认这个父亲 我可以选 不认不认不认 你有个任务啊 我不强求 是我不好 我最有应得 但是 做父母的 总想为子女做点什么事情 你说 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事情 你可以减少对我一点点那么恨意 我把心安理给你夺回来怎么样 刘严妇 我请告你 心安理是奶奶立了遗嘱给承欢的 你不要去影响她 走不走 别 别 你别赶我走啊 我们十多年没见了 我真的好想你的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是吧 何小伯 杨严妇 把胡椒给我 开门 胡椒都撕了 从马桶乱起来怎么样了 你不走 我要合同 立刻来新阿姨 订阅要安抚 刘串铭 没事吧 我没事 我会尽快让她搬出去 不会打得到你 不不不 我没关系的 她是你爸爸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别吵起来 她不是我爸爸 她不配 妹妹 回来啦 莫莽 回来啦 君明 君明 姚志明 姚志明 姚智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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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姚智鸣 姚智鸣 你出来 姚智鸣 你出来了 聊会儿 你别忙了 那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姚智鸣 别生气 姚智鸣 笑语 姚智鸣 别生气 姚智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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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笑了 聊会儿嘛 行 你要是不跟我说话的话 那我现在顺利那根爬上去了 好 好 好 上来吧 收到 姚智鸣 我进来喽 别不开心了 别丧着个脸了 要一个 姚智鸣 我只是觉得 你之前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弥补 但是未来 你所有的事情 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 你爸爸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也不能把他真的就扔到马路上嘛 反正就是开一个房间了 你如果不想见他 以后我也不理他 不搭理他 但是 如果你想跟他聊聊的话 我就给你提供空间 给你打配合 你看行吗 你不了解啊 他狡猾得很 我怕他给你添麻烦 我当然知道他狡猾了 商战这方面呢 我确实不容你 但是对付父母 那我实战经验 是一抓一大把的 你爸爸 我肯定能对付他 你笑我一个嘛 给个机会呢 抓了一个 笑一个 明明 明明 快快在吧 没什么知道我们俩的事了 别慌 我来几句 来 这疼 明明啊 你在 她在里面吧 妈 明明啊 还好吧 毕竟自己爸爸 别着急 慢慢说话 啊 你爸爸说了 别让家庭的事 还是别管 我们也不了解情况 别那么热心 对对对 我爸说得实在太对了 怎么劝他都没用 死脑筋 算了你的事情 我也不想管 妈妈 你去吃饭 我饿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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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明明啊 吃饭了啊 快来吃饭